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带大家观摩一下这台车 领克01之前我们都看过了 都熟悉了 但这个实验线让板它有独特的灰色的颜色 然后有橙色的边的点缀 然后它的车标是双色的 应该说三色 还有一个金色的玫瑰金的外捆边 这个都是这个特别板才有的 然后里面的配置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了 这个座椅材质跟普通版都一样 但是它是有暗橙色的头枕 所以车厢里面的调性也显得要精致一点 然后它的配置其实就是01的顶级的配置 就顶配的配置 材质这些都没有什么特别 然后这个真的是个新车 我刚提的时候是20公里 然后现在开了70公里左右 然后我来做一下新车的剪彩 这些平时我们试驾车看到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都舍不得去撕它的 但是这个真的就是自己的车 剪彩好爽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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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好了这个大屏就出来 还有这里 中间这里有一个这个位置是一个放手机的位置 因为它这里是有一个无线充电的区域的 但是我现在的手机是iPhone7是没有无线充电的 iPhone8才有 所以为了这个车我要去升级iPhone8了 然后再出来看看这台车 其实其他的功能跟普通的01都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我就借着这台车顺便来跟大家讲一讲 如果你提了一台新车 你要注意哪些地方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卸线里 当然我已经把这个车开回来了 首先你要看的就是工具箱 看看这个车的里头工具箱 这些随车的工具 包括三角板 包括这个车的反光背心 现在反光背心像这个车是有的 它是放在前面副驾驶的位置的 然后看看车的轮胎 这个我一直都说了 你在CS店打电话通知你说 你新车到了时候 你一定要看看轮胎 看看它这些毛刺是不是有 像这种毛刺 有就证明这个车至少它没有被激烈驾驶过 不是说跟它行驶里程有什么关系 像这台车我已经开了将近100公里了 这个毛刺还在 但至少它没有被激烈驾驶过 然后还有就是车到手 你要自己检查一下胎压 因为虽然很多的CS店 它交车给你的时候说车可以开的了 但是实际上他们对胎压 未必是很仔细的帮你调得很准确 像这台车我拿到手的时候 胎压也是有点偏高的 我是自己把它调回来 自己一个空载的胎压 那还有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这个呢 其实我在CS店开出门的时候 我就已经让他们把它解掉了 但是我们这个阿诚呢 他说这个才有喜感 我们又把它放上去 还有些车更有喜感 直接绑在这里的 这是很扯淡的 板在这里直接影响你的车轮的动平衡 还有开起来的噪音 甚至这个东西卷进你的刹车片里头 有安全隐患 所以这种东西呢 上路的时候就把它拿下来就好了 然后还有就是车的里程数 关注一下 像这台车到店的时候 它的里程数是20公里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 也可以看得到的车的名牌 这边这个是胎压 然后还有个名牌是在那边 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车的生产日期的 我这台车的生产日期是2018年的三月份 就是我是四月中提的车 所以还是非常新鲜的一台车 当然通常来讲我们说 三四个月以内的生产日期 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所以这就是我最新提的一台车了 真的是自己的钱 真心白银去买的 因为我希望去真心的支持一下中国品牌 也是去体验一下 因为这部车 它除了说外形颜色特别以外 它还有一个三年之内的免费的保养 然后这台车的保养周期是1万公里一次 就连手保都可以到1万公里的时候 才来做第一次手保 所以这个周期基本上跟保时捷是一样的 然后最后我来跟大家讲 这台车多少钱 这个时间线热板它的进车价是22万零八百 就比普通版本要贵上两万块钱 就比普通的顶配要贵两万块钱 然后它的保险是大概八千块钱 购置税是一万九左右 然后还有交墙显示九百五 全部加起来呢 刚刚不到二十五万 就是二十四万多 然后经销商没送我什么东西 应该说我也没有强制经销商送我什么东西 像贴膜什么这些 我通通都不要 我唯独呢 就是他们说送了一套脚垫 然后我就怀疑这套脚垫 到底是他们送的还是原来就有的 因为这个脚垫很漂亮 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脚垫的质感非常漂亮 这些颜色都跟座椅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还有一个Link & Co 按印上去的标志 质感很高级 后面也写着Link & Co 所以我不知道这是原厂的东西被他们扣起来了 说是卖个人情 说送给你 还是说真的就是他们做的 但是总体上就是一个既没加价 也没送东西的一个车 这个车其实我自己也等了两个月 具体的来龙去脉和它日后的表现 大家关注我们的 大家的车言论 我会跟大家及时的update我的提车的使用感受 感谢您的观优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